我們來討論這個等比數列 什麼叫等比數列呢 就是說有一個數列 它如果叫做等比數列的話 等比數列用這個符號代表 那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這個數列 A1 A2 一直到N 它每一項 這個 這每一項它的 後項除以前項 是一個固定值 這是後項 N加一項除以前面那一項 這個是等一個固定值 那具有這種特性的數列 我們叫做等比數列 如果具有這種特性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 A2比A1是等於R 所以A2的話一定是等於A1 乘以R A3呢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就是A2的話 A2除以A1 是等於R 所以A2一定是等於A1乘以R 那A3呢 A3除以A2是等於R 所以我就知道A3是等於R A3是等於A2乘以R 所以A1乘以R 所以A1乘以R的平方 那一子類推 不然的話你看 這個除以這個剛好是R A4也是等於A1乘以R的三次方 這個除以這個也是R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這結論是什麼結論呢 就是說 一個等比數 如果公比是R 然後手項是A1的時候 那麼它的DN項 就等於A1乘以R的N 這幾個次數都比主標少一 這如果是3的話是2 這如果是4的話是3 這是DN項 這是第一個 特性 這DN項的話 一定可以成D1項 乘以R的N乘以R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它的那個中間項 就是說我現在有三項 N乘以R AN 跟AN加1 它中間項的平方 會等於 前後兩項的 這個G 為什麼 因為AN 除以 AN 減1 等於公比 這公比的話 也會等於多少呢 AN加1 除以AN 所以就等到 AN的平方 等於多少呢 AN減1 乘以AN加1 然後兩邊給它開根號 這都要AN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 AN 是AN 乘以AN加1 也就是說 連續三項 中間那一項是等於前後兩項的 幾何平均數 所以我們呢 又把這個數列叫做 這個呢 幾何數列 這個數列叫做等比數列 那又有這個數列 那又有這個性子 所以 我又給它連續三項 幾何數列 AN 會等於前後兩項的幾何平均數 AN-1 跟AN加1的幾何平均數 所以呢 等比數列又成為幾何數列 再用一下 這個數列 在這個數列 我把我裝在這個數列 那這個數列 感谢观看